西方女性与避孕环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个题目 但我在Reddit上看到了这篇东西 我就觉得 I learned something and I want to share that with you 即便我是男生 我这辈子用不上避孕环 可是我觉得我学到点英文 学到点不知道的知识 就让大家知道一下吧 OK大家好我是Paul 周一到周五英文一起度 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 西方女性使用避孕环 然后大家讨论了一下下 标题 她是21岁female I have an IUD insertion and my first ever Brazilian tomorrow 光看到这里 我就有兴趣我就点进来了 因为我不知道IUD是什么 这就是学英文你知道吗 我相信你会看到生字 看到生字你可能会选择查 或选择不查 为什么说选择查或选择不查 因为我知道在学英文的过程中 英文还很差的时候 看到生字的几率非常高 像我以前刚去国外的时候 看到生字的几率很高 我真的会懒得每一个字都查 当我阅读量很大的时候 就是学校功课得应付啦 但是可能功课都已经一半看不懂了 那你真的不会每一个字都查 可是你久了以后 你就是会慢慢就像学游泳 把你马上丢下水里让你去挣扎一样 你就会发现到很多字越来越常看到 看到它的频繁度出现的几率越来越高 那高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字不差不行了 我看不懂它 我已经会对不起我自己了 就那个时候你才开始慢慢把一些字 一定要把它查到我为止 至于遇见机会很少的话 那你就会懒得查 所以像我现在这个程度 我看到不知道的字我就会查 你说外国小朋友也是一样 因为他们会的字已经很多了嘛 所以为什么你知道生活中的知识累积越来越快 因为我做个比喻 不懂的字在这里 懂的字在这里 你把不懂的字一点一点搬到懂的这边来 那不懂的字这一个pile 这一点就只会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而这一点越来越大 这个时候你的英文就已经不错了 所以等到你发现到 这个字我不认识没见过的时候 你会觉得好稀奇哦 那你就会想要查清楚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像我另外一个 最近学到的一个字叫ISSA 也是一个缩写 我看到就觉得 我不能不懂它是什么 其实我讲反的 应该不是讲反 讲错应该是SAAS 好 这跟前面那个差太多了吧 那不管了 SAAS 那什么意思呢 这在讲的是就我现在的那个软体界 他们讲到那个 那个Photoshop那家公司 修图软体 Adobe Photoshop 那他们就 他已经改了他的business model 变成是 Software as a Service 软体及服务 OK 所以他们的 也有一些别的 像例如说是 除了 我刚讲到那个什么 PAAS product as a Service 或者Software as a Service 好像Photom不是product 好像是platform 对不起 我这个差点差太过分了 但总之就是 我要回到这个一点 就是 你看到一个不熟悉的东西的时候 你反而会一定会去查它 因为看到不熟的字 或者什么之类的 的几率已经不高了 所以我看到这个IUD 不懂 我就一定会点进来看 那Brazilian 我大概都知道 就是巴西的那种 密拉除毛 那我看到密拉除毛 跟IUD放在一起 我怎么可能会 没有好奇心呢 好 总之这个女生 她要有一个IUD insertion 所以到底什么是IUD 我们现在就往下看一下 IUD叫做 Intrauterine Device Intra就在什么之内的 OK 像我们知道 Internet没问题 可是又有一个概念 叫Intranet 就公司里面的内网 所以要是你公司 有三台电脑 三台电脑可以互相连在一起 可是三台都没有连到 外面的网路去 没有连到我们讲的Internet去 跟外界是隔离的 可是三台连在一起 我们就说那个叫一个Intranet 所以Intra就内部的 那Uterine就是Uterus Uterus就是子宫 所以子宫里面放的一个设备 IUD 那它是一种Contraception Contraception就是避孕的意思 OK Contraceptives 一个名次另外一个变化 好 所以她要放一个 我们就中文把它理解为避孕器 放在她身体里 而且还要再做密拉除毛 那不知道该怎么办 就不知道她该怎么期待这件事情 那这个原po 她事实上是不小心把它放在同一天里面 这样 So她这里说 I accidentally schedule myself an IUD insertion 这边应该是N 没有D才对 所以她排了这个东西 A few hours before my first Brazilian 所以在Brasilian的前几个小时要做这个IUD I thought they were a week apart 我以为他们是有相隔一周 a week apart and realized within the 24 hours window so I can't reschedule 所以她是在过去24小时内 才发现到 哎呀原来不是相差一周 所以她就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 会不会影响到或什么这些的 而且她的那个 那个女生来的那个 我月经了 有点不太不太稳定 I've always had horrible periods and have 或许不应该说不稳定 总之她说很horrible的 可能是量很多之类的 也不一定 and have an above average pain tolerance 而且不过她倒是有一个 不错的pain tolerance tolerance就是那个忍痛度 耐痛度 她认为她的耐痛度 是above average 平均以上 OK 好 alright 我们往下看 我要看的其实是后面的人的回应 因为就是里面有一些 值得看的片语 好 所以第一个人说 What did I just read? 我读了什么啊? 说你太浮夸了吧 怎么会 所以她马上就跟她说 cancel the Brazilian take the cancellation hit or ask to reschedule 所以你就 你要做这个IUD就去做吧 你把Brazilian给cancel掉吧 所以Brazilian刚说了 强调一下 这个是我们刚刚说 巴西的密拉出毛 所以这个或许比较不重要 你就把这个cancel掉 take the cancellation hit 大概的意思就是 要有什么处罚 或者是扣款 什么就扣吧 算了吧 好 你就ask to reschedule IUD insertion may be relatively simple for some but I know many women who go home and bed rest for at least a day afterwards 所以这个IUD insertion 可能相对来说简单 relatively simple 对某些人来说 但她也知道很多女生呢 回家要卧床至少一天 I know many women who go home and bed rest for at least a day 所以所谓的卧床一天 你甚至就可以把bed 加在rest前面 bed rest 我们可能习惯说 and rest in bed 那也没问题 可是那个片语就比较长 三个字 她直接来一个bed rest 就好了 至少一天 so please don't plan to have sex that evening either 所以她也跟她说 拜托啊你当晚不要爱爱 不要放完那个东西之后 当晚就爱爱 so I'm sure the doctor will give you official guidelines 他确定医生会给你一些 很官方的一些 official的一些指示 but my recommendation 这个RECO大概就是 recommendation的缩写 is to recover from the IUD appointment and play it by ear 啊终于讲到最后 要讲到我的东西了啦 ok 好 全部讲完了 才知道我们要讲的英文出现了 所以她的recommendation呢 你先把这个IUD recover回来 然后呢 play it by ear 什么意思 好这里看一下 if you play something by ear 它其实是音乐的一个由来 so perform music without having to read from a score 你就可以演奏音乐 而不需要从一个乐谱中去读音乐本身的乐谱 ok so without having to read from a score 所以这里这个score 你看分数 well在音乐上可以这样子理解 乐谱这样子 ok 甚至乐谱你看讲sheet music 也有这个说法 就sheet就一张一张 sheet music 好所以那衍生的用法就是 这里也稍微读一下 你看我们中文直接翻成见机形式 你自己去判断 现在该怎么处理 你就怎么处理 自己去调整 自己去变化 so proceed instinctively according to results and circumstances rather than according to rules or a plan 所以proceed进行 用直觉进行 instinctively 根据什么呢 根据你现在所看到的结果 或者你的一些处境 according to results and circumstances 而不是根据一些规则 或根据一些计划 so rather than according to rules or a plan 翻成见机形式过得去 所以最后这里讲play by ear 在讲什么大家知道 所以就如果你有爱爱 什么时候可以爱爱 休息一天就好了吗 还是要两天还是三天 随便你 你自己去判断吧 ok play it by ear 好所以这里没问题 这个片语很好 下一个我们再看一下去 so this entire thread makes me cringe for op就original post 就是原po这样子 所以这整个讨论串让我cringe 你看我们常看到这个字 让我觉得 eww ok 所以让我觉得不太舒服 所以他要大声笑 lol for the love of that all that is holy 其实我们这看到的时候 for the love of god 最常看到这个片语就是 for the love of god 看在神的份上啊 我们这个中文常看到 这种很奇怪的翻译 看在上帝的份上 ok so for the love of god 常识讲这一个 那这里把god换掉 换成什么 for the love of all that is mighty holy 我差点讲的mighty anyway so for the love of all that is holy holy是神圣的 所以哎呀 就不拿出神这个字 把它改成一个 所有神圣的事情 东西 就你要是不懂英文 你会觉得 这干嘛搞成这个样子 这就是一种语言的 玩弄语言 这样子 玩弄语言 so for the love of all that is holy do not try to have sex the first day of an IUD insertion 所以 看在上帝的份上 不要在当晚 然后第一天 发生性关系 do not try to have sex the first day of an IUD insertion you literally just had your cervix dilated 所以你基本上 literal 这literally很常看到 大家都觉得 这个是一个 很滥用的一个字 好 怎么翻译 我不翻它 它就是一个强调语气的语助词 所以你基本上 你真的也就是 在把你的子宫颈 刚刚才让它扩张扩大而已 因为扩大放那个东西进去 so you literally just had your cervix dilated so cervix这个字叫做子宫颈 没问题 ok 那dilate这个字就是 把它扩大 像我们说 看眼科的时候 可能会点那个散通级 有没有 那个就是 you're dilating your pupils 这样子 ok 所以你的 cervix 才刚被dilate开来 you don't need to expose yourself to baby juice immediately after immediately after to test the IUD leving my ass off 所以它大笑 这样子 你才刚扩大开来 你不需要 马上得到一些 baby juice 来测试 这个IUD 到底 有没有效 到底您这个避孕的效果怎么样 你要怎么测试避孕 baby juice 为什么是baby juice 就男生射出来那个东西吗 因为他能够生产baby吗 然后他又是液态吗 他就干脆叫他果汁吗 我这样解释 你才懂了 所以你看男生的那个东西 射出来那个东西 竟然还有这么可爱的一个代称 一个昵称 叫baby juice ok 那我觉得很搞笑的是 我还是 我还是有确认去google他一下下 就 然后在 的确在urban dictionary找到 baby juice 就是男生射出来的东西 可是我也看到我们台湾好像 有一个公司 他是卖给小朋友喝的果汁 他就把他的公司叫baby juice 我都不知道该不该笑了 这样子 好 所以 以后想开公司 想一个什么特殊的名词 还是网路上先查一下啦 好 anyway 所以你的servix 才刚刚来dilate过 扩大过 你不需要马上就来测试IUD有没有用 用男生射出来的东西测试 我把这句再读一次给你听 you literally just had your cervix dilated you don't need to expose yourself to baby juice immediately after to test the IUD laughing my ass off 这LMAL就笑到屁股都掉起来 laugh my ass off at a minimum use a condom 你如果真要打炮的话 你看 既然讲到这个份上来 要是今天 是我们台湾讨论这件事情 叫你不打炮 就不打就没事了嘛 那 这边他都还强调 你要是真的非想打炮不可 戴个保险套吧 这样子 at a minimum use a condom because it can take up to a month for the IUD to become fully effective 所以可能花一个月的时间 才会让这个避孕器呢 来完全的有效 it could take up to a month 多打一个月 for the IUD to become fully effective 完结就是 effective就有效这样 depending on when your last period ended relative to the insertion 所以他还要靠这么一件事 靠就是你到底上一个月经 什么时候结束 跟你现在这个放进去的时间的相对性 so depending on when your last period ended 所以这个指句是很正确的 这when的一个连接词开头 your last period就是名词 就是主词 那ended就是它的动词 所以看你的上一次的period 什么时候结束 OK when your last period ended 那它是相对于这个放进去的时间 relative to the insertion 这句话就结束了 然后 另外他观察的就是 他不觉得这个service 马上就会回到正常状态了 so purely inspection purely speculation on my part 所以这个什么什么on my part 就是我自己的部分 我自己观察的部分 I don't think your cervix immediately cervix immediately return to normal 他不觉得他会马上 returns to normal 回到正常 it can take hours to days for it to recover 所以可能花几小时到几天才能会恢复回来 所以他会怕 发生性关系 会把它 移位掉 I will be worried having sex too soon could displace it 再看一篇 我刚才最后一段 我看了一下没什么字讲 算了 再看 再看这个一个回应 因为我就要讲最后这个字 就是nonchalant 对没错 我们把这个字讲完 大概也就OK了 来 so honey don't everyone is different but getting an iud is not something to be nonchalant about 就这样 所以他跟他说亲爱的不要 不要两个一起弄 每个人都不一样 但是呢 你放一个这个iud 并不是一个可以让你觉得 不痛不痒的事情 所以这个什么什么事情 让你觉得不痛不痒 或许这可以当标题也不错 不要 我们标题就讲我们这个女性 希望女性对于避孕期的看法了 但总之这个不痛不痒 这边就用的词叫做nonchalant OK nonchalant so getting an iud is not something to be nonchalant about 所以这里这个nonchalant的意思就是 就一个人或者他的一个态度 feeling or appearing casually calm and relaxed OK 所以你就看起来 冷静看起来放松 not displaying anxiety interest or enthusiasm 所以没有显示出任何的焦虑 或者兴趣或者甚至是热情这样子 就看起来很摸不关心的 毫不在乎的 热物歧视的nonchalant OK 好这边把这一则看完好了 那他自己本身是一个rare case so I'm a rare case but it took three appointments to get mine in place oh mine in 对不起 because my cervix would not have it 所以这里有一个 也可以直接说一下 如果一个主词 would not have it 就是不接受 所以这个不接受 不一定要用到accept这个字 像如果说你今天 我去吃你的 我去一个餐厅吃饭好了 结果他竟然把我安排到 这个厕所旁的一个位置 然后就对不起 不接受 你不要把我放厕所边 就你可能就是 oh sorry I'm not having it right I am not having it I won't have it have what a seat next to the toilet right 所以不接受 可以这样子讲 所以这个女生花了三个 就总之跟医生约了三次 才把这个IUD放好了 因为她的这个子宫颈 就是不接受 OK so because my cervix would not have it 这样 it can be painful and uncomfortable and many people have bleeding and cramps 所以可能有人会流血 可能会有人有肩暖和抽筋 所以cramp这个字也多看一下 很常看到 可是希望你学起来 so bleeding and cramps 那即便这么说 但听起来呢 你可能没关系 因为你说了你的 这个什么疼痛忍受度很高 so all that said 这个也是很不错的一个片语 with all that said 所以我把这个打一下下 就即便我刚讲的这些 但是你可能还是如何如何的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东西 with with that said 这样子可以 so with all that said也可以 OK 所以 all that said也可以 或者还有一个版本叫做 having said that 这是我脑袋突然间 就不是突然间的 就是off the top of my head 能够想到 它有这么多的不同的版本 so with that said so with all that said or all that said or having said that 这几个都可以翻成 即便这么说 OK 那可能你没关系 it sounds like it might be fine for you it might be fine for you so either way be gentle with yourself 所以不管你要不要 两个一起做 或者你要去换其中一个 schedule reschedule其中一样 你都应该 反正就是小心一点 so either way 所以这个 either way 是一个写句的时候 很常看到的一个开头 be gentle with yourself and take some time to recover no waxing and definitely no sex 所以不要在那边 所以它强调是 不要蜜辣出帽 那到底是怎样 好了 这不管了 看到这里大概够了 好 你对这个 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感受呢 反正我读完之后觉得 OK I learned something today I really do 所以 女生去装这个东西 好像真的 最好是休息一下下 不要太 don't rush into doing something else OK OK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